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星期四 山西大同大城商与学校校园凌辱事件 你看到消息了吗 你看到了 因为闹得真是满城风雨 已经被刷屏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 大家普遍认为的比较软 然后很多人就说要怎么处理 有人甚至说要把刑事年龄要提上去 该坐牢坐牢 虽然是不到10岁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现实 因为他们好像一共涉及到三个学生 三个学生都是有一个10岁了 受害人10岁了 两个施害人都不到10岁 这样的话 就是说从法律上给予这不现实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处理建议 我觉得比较现实 然后也比较应该 而且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后我来跟你说一下好不好 当然咱先说咱看官方的处理的通报 山西大同通报了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说是山西大同市联合工作组发布通道 他已经派了一个联合工作组进驻去调查 调查完之后发布通报 说经查大同市大城双女学校小学生赵某某男9岁 晋某某男也是9岁 对同寝室同学孙某某男10岁等于被害人是10岁 另外两个都是9岁不到10岁 多次实施严重不良行为 具体他说的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就看到了 这个也真的不好说 那么因为赵某某晋某某的军系未成年人 公安机关对赵某某晋某某依法予以训诫 择令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正 这就完了 因为他们年纪太小了 不可能采取什么法律措施 对赵某某晋某某的监护人 就他们父母予以信件择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大城双女学校在管理上严重失职失责 择令大城双女学校立即整顿 限期整改 解除徐某校长职务辞退副校长兼小学部主任的裴某某 还有辞退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 白某某涉事班级班主任辛某某和生活老师侯某全部辞退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对大城双女学校新学年缩减招生规模的决定 就不能再招那么多学生了 联合工作主在责令赵某某晋某某及其监护人向孙某某及监护人称恳道歉 同时组织力量对学生及家长开展官户爱抚心理疏导等工作 在学校整顿期间 教育行政部门将长期住校全程监管 这是他的处理结果 王友对此其实不是很满意 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等于整个处罚都在学校上了 比较重处罚在学校上了 等于两个施害人 基本上就没怎么太有实质的意义 这个来讲我给一个处理建议或者说是一个立法建议 我觉得应该相应的会有一个立法 就是说立法怎么说 就是说首先来讲 因为他们两个是未成年人 你实施过于厉害的刑法肯定不行 而且当然有人说修改宪法 把年龄往下拉 如果刑事案件下手太重的话 应该往下拉 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 还要保护未成年人 他进行未成年的话 就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所以从刑事上来讲 我觉得我不认为应该再有更严重的去处罚 因为没有办法 真的两个都是9岁不到10岁 但是我有一个出去决定什么的 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立法保护未成年人 而不是去惩罚未成年人 知道吗 保护未成年人 就是说好像在美国加拿大都有类似的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尤其这种性犯罪性侵犯 好像韩国是不是因为有溯源案 听说过韩国的溯源案 没有听说过上网查一下 虽然也是特别惨 在溯源案之后 韩国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就是说如果好像是对多少 16岁以下还是14岁以下的这种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的话 那么施暴人 这是施害人 要终身就是说要向社会 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保护 要向社会的去通报 就是溯源案的那个人好像已经 已经做完刑满 释放已经放出来了 放出来之后你要向社会通报 通报什么就是说 这个人曾经对未成年人进行过性犯罪 那么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从政府从警方 我们向全社会进行一个通报 那么住在他周围的家长 如果你有未成年年人的小孩的话 你要知道比如说你是他邻居 你要知道你要小心 小心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孩子 避免他进行这种伤害 他们两个9岁就做了这个事情的话 说明在这方面就是说劲比较大 将来等成年了之后 会不会在这方面又对其他的这种妇女儿童 进行这种犯罪呢 其实这个不好说的 你懂不懂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提的这个建议是什么 就是说是以被害者的年龄来划分 而不是以施害者的年龄划分 就是说你只要是对14岁以下 或者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性侵害的话 那么我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 那么你终身都要向其他的全社会 进行一个报备 那这个的作用 首先是什么 是保护社会上的其他人 你像这两个孩子 我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在这学校 理论上来讲 我觉得最好就不要在学校 最好就换学校 不要再跟 因为就是说不要再见面了 双方家长也不要再见面了 孩子也不要再见面了 大家就分开 把他们两个人转学 换到别的学校去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们去了别的学校的话 那应该让别的学校的老师 但是校长他到别的学校又会有同学 同学的家长应该有数 对两个学生应该有一个性 你不能够瞒着人家 你瞒着人家万一再出事 美国之前就出过这种情况 还记得吗 有一个美国的一位男性高中生 然后他认为自己是女性 他偏说自己是女性 然后但是他并没有做手术 他还拥有男性的生殖器 然后他今天穿着女士衣服 然后觉得自己是女性 然后去女厕所这个那个的 然后对他学校的其中的一个女学生 进行了性侵犯 然后这女学生的父亲 就到学校来闹 他们说这个是不对的 你这事是你女儿的说谎 骗人 他没有这么做 他也是个女性 他怎么会对女性进行性侵犯 这一定是你家长交叉的 你们就为了 你们就是恐惧同情恋 你们才这么做 然后那个家长就不干 之后还把那家长揍了一顿 警察来了把家长揍了一顿 一顿暴揍 那个当时还有视频 结果呢 这个认为自己是男女性的 这个男性的转到别的高中去了 就到了另外一个高中 又强奸了一个女的 那这次彻底案发了 连续两次 那问题在这就是说 如果你第一个他强奸完了之后 你政府采取一些措施 当然他可能也上高中生 也是未成年 对不对 你不能不能上他坐牢 不能坐牢 但混到另外一学校的话 你应该通报这个学校的家长 通报这个学校的同学 对他们进行一个保护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个知情权 你弄一宝贝 我靠你这个 你签那素颜案 那宝贝 那你周围的邻居 应该要知道一下 那哥们 那对小女孩下手这么狠 对不对 那好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家小孩 那旁边我自己上 我应该保护一下 我们家小孩吧 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你懂不懂 而且别人应该有知情权 我觉得应该是有知情权的 从这两对全社会来讲应该有 因为他们说去年还是前年也有一个 14岁的一个小男孩 他13岁的时候在一个学校里边 然后也是欺负同学 然后逼一个男生吃屎 他拉了屎让人吃 结果被学校发现了 发现之后 他要转学去别的学校 就去了别的学校之后 又欺负女同学 逼女同学喝酒 把女同学灌醉了 要女同学怎么着 那你这事儿 他就问题在这儿 他前面欺负完一个 后来又来一个 那你去要 你要让家长指导一下 家长就保护 让学长别跟他一块玩了 对不对 就 又有一个第二个受害者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他已经有了第一个受害者了 这说明什么 他就这性情的 对不对 我们最起码 就是说 这个就没办法了 我们惩罚不了他 但是我们最怕要保证 没有第二个受害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要让别人有个知情权 因为我有保护我自己的权利 或者保护我孩子的权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通过这个来讲 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我不管你多大了 我不管你是八岁也好 你六岁也好 你八十岁也好 你只要对未成年人 进行了性的侵犯的话 那么终身你要向全社会去报备 让你比如你现在工作了 你的工作的领导 你的同事要知道 你是曾经对未成年人 进行过性侵犯的 那么我们要对你小心一点 要保护自己 要你的邻居去知道 像素颜案 那个宝贝判出来之后 跑到哪上了 大家心里底有个数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我后来明天又出个素颜案 受凉 对不对 因为素颜到最后 他好像终身都要带尿袋的 对这个人 他身心造成巨大的这种伤害 对不对 我们不能容忍再出现第二个素颜 再出现第二个受害者了 对不对 这个来讲 对社会是一种保护 我觉得这个 当然对他自己本身来讲 实际上也有一个监督和惩罚的作用 我认为 我觉得我这种处理和这种立法的这种结果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公平公正的 对他自己有一定的惩罚 当然别人都会小心他 对不对 对他自己来讲 有一定的惩罚 但是对社会来讲也有一个保护 然后最起碼 我觉得避免出现第二个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处罚结果还算好 不算是很严厉 因为你偏向他坐牢 那也不现实 他9岁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对日后来讲 他转学去别的学校 上了高中 上了大学 对他同寝室的这些同学 然后他如果上大学 又是住宿舍里的话 最起码宿舍的叫社监 是不是 就是宿舍的监督管理员 应该要知道一下 你们宿舍有一个宝贝是这样的 也保护一下其他同学 对不对 然后女宿舍就别让他进了 对不对 他可能就对男生下手 这不好说 因为现在都乱成一国洲了 对不对 所以咱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办 就是去保护一下 对吧 我觉得我认为我的这种处理建议和这种立法建议 我觉得是公平公正的 而且在其他国家也都曾经出现过 好像美国加拿大其实都有 还有韩国都出现过 当然他们都是出了血泪的教训之后 真的有受害者付出的惨痛的终身的这种伤害 然后呢 才去改变这个 那我觉得中国的话 你现在你这个大同就这个受害人的话 他这个终身他都会有心理阴影吧 对不对 这也是已经有人付出惨痛代价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立法者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不管你多大 因为你九岁就这么大银 你将来银可能更大 成千之后 对吧 劲儿更大 这东西他不好说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建议 还是我觉得比较对双方来讲 不能说对双方 不是说不光是对受害人和施害人 甚至对社会对多方来讲 我觉得都是公平公正的 都给大家一个就是说给全社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基础 对吧 好吧 反正这是我的观点和看法 呃 其实当时就说这个谁啊 这个 还记得吴亦凡吗 吴亦凡就运气好 那都美竹 当然吴亦凡也不是运气好 吴亦凡比较聪明 吴亦凡之前检查了 就办这个都美竹之前 他检查了都美竹的身份证 一看哦 18岁了 那来吧 下手 知道吧 他还是比较聪明的知道吧 他其实据说啊 就差那么一个月 就上一个月刚18 他下一个月办到他 他知道他再早一个月 倒霉了 知道吗 那他对美竹间人下手 对美竹间人在中国坐完牢 回到加拿大之后 可能要终身通报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 但是呢 吴亦凡还是比较聪明的 比较聪明 他据说吴亦凡每次就是说 弄这帮小妹妹来下手之前 都检查一下身份证 他都检查一遍 早就想好了 你知道吗 还是普法教育 非常达标啊 反正说这意思吧 反正我提这么一个建议 好不好 希望呢 更多的法学人士呢 可以去探讨这个建议怎么样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